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2000整点新闻 TVBS直播要带给你最及时最正确的讯息 我是主播黄新化为您新闻化重点 刚刚观众朋友稍早6点多 在屏东的加工出口区 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爆炸意外事件 根据了解起火的是一阶高尔夫球具的代工厂 而消防队员在稍早6点多的时候前往现场 根据我们目前南部中心记者的掌握 消防队员是一死四杀三个人受困当中 而根据现场人员的转述 在破门的当下 怀疑可能有天然气或者是其他的可燃物体外泄 导致整个仓储发生了爆炸 而导致建筑物的一些结构发生了坍塌 那么也有部分的消防队员就被压在残骸底下 而刚刚稍早陆陆续续已经救出了两名消防队员 而有些消防队员相当的不容易可以自己自行离开火场 但是由于爆炸的威力还有炎热的气温跟气体 导致他们的手跟面部都非常的不舒服 出现了灼伤的情况 立刻用消防水柱来降温 而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目前这个屏东球具代工厂爆炸事件现场及时的画面 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还在持续的燃烧当中 那么根据了解除了我们目前已知消防队员有一死四伤三个人受困之外 陆陆续续也有74名的伤患已经送到了屏东的基督教医院来接受救治 不过让人更为担心的是目前究竟还有没有其他更多的人员受困在火场里头 还没有拯救出来 消防队员还在尽力跟业者来厘清所有留守在厂区人员的名单 那么刚刚稍早呢 屏东县长周春敏也已经来到现场来了解整体的搜救进度了 那么根据了解爆炸发生的当下附近的居民几乎方圆500公尺 都可以看到浓烟直窜天井情况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么由于现场的情况目前还是不明 里头是否有堆积更多的毅然物质会导致火势继续扩大 那么目前呢由于因为有人员受困 所以现在消防弟兄呢是在控制火场的火势还有救人第一 所以呢目前会不会影响到更多旁边的居民都还要进一步的了解当中 那么最后再为各位观众朋友整理 稍早大概在五点多六点多的时候 在屏东的加工出口区发生了这个球具代工厂的爆炸事件 而根据呢消防队员的通报 这间公司呢是明阳国际制作高尔夫球 而是二楼的仓储发生了火灾 那么在六点零一分的时候 消防人员破门时发生了爆炸 怀疑可能有可燃的气体导致爆炸突然发生 消防队员根本来不及躲避 所以导致有很多打火弟兄受困在现场 那么目前已经救出了两人紧急送医 那么陆陆续续也有更多的受困民众 还有消防队员被救出送往了屏东的医院 希望整体的灾情 还有受困的人员已经受伤的民众不要再扩大 期待有更多的好消息传出 而观众朋友其实近期天灾不断 特别是虽然已经进入秋季了 可是大家灾访的观念还是不能放松 南投仁爱乡的南风村又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 造成了东远西的河道大幅度的缩减 您看到画面当中 这三层楼高的土石形成了小型的艳色湖 而大量的吸水让吸水浑浊 下游的养殖的池水也被污染 有大量的湘雨死亡 屏东的在这边的居民也担心在摊坊下去 下游的南风乡误射可能都会有危险 大面积土石从山坡滚滚而下 南投仁爱南风村又发生土石流 摊坊催泄位置位在东远西盘的边坡 20号就发生山峰 大量土石掉落导致东远西河道大幅缩减 河道急销事不见甚至还形成艳色湖 高度大约三层楼缸 大量泥沙土石 导致吸水浑浊下游民众的养殖鱼池受到影响 现在湘雨都湿了 引进的水源不够清澈 湘雨大量死亡只剩巡龙雨 而这次探訪的东远西盘边坡 下游不只有上次卡弩台风 被土石流淹没的南风村土石流加油站 还有人只关误射就怕再积水 潰堤后下游区域会有危险 接下来天气南投山区还有雨市 仁爱相公所获报后 已经报请县福农业处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 预期下周将安排会刊评估处理 TVB的新闻陈家贵南投报道 好看到南风村又坍塌 让大家不免担心 如果接下来天气不稳定的话 对地质脆弱的地方可能会雪上加霜 而我们的气象主播宣童也加入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就要来请一下宣童 接下来廉价期间还有这个周末假日天气情况是如何呢 好礼拜六十五半日的天气呢 也持续带你来关注了 最主要呢还是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迎风面地区会有雨 包含像是在东北角还有东半部地区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呢 还是不定时会有些震雨出现 但是你也留意到了 其实在今天入夜之后呢 整个中南部近山区也都有下大雨特曝 那么我们就持续来看到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热力作用消散之后呢 整体来说照理来讲这边应该雨是要减缓 但是呢因为这热力呢发展的比较晚一些 所以到现在也都还持续下 甚至大雷雨是迅景呢 也都还是持续的发布 那么到了礼拜六的上半天 你会注意到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 雨区范围又再度的往外扩 包含像是整个东北角一带啊 宜兰啊还有在华东地区 也都是会有雨的 好那我们紧接而来就要来看到 在礼拜日之前呢的天气状况 大致上都是如此 这个东北风下来之后呢 因为它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在沿海地区雨会来的比较多 但是呢也不会下的特别的猛 但是要注意到中南部地区 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你可以看到在金门 澎湖这些离岛地区呢 都还是出大太阳 而且温度还是普遍偏高 明天的高温还是有机会来到31到34度 甚至在大台北地区或者是近山区呢 还是有可能会来到35度以上的高温 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 那么来到了下礼拜二到礼拜三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因为大地啊 但慢慢的北台 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雨势 会来的更明显一些 甚至呢在中南部地区 云层也会偏厚 里岛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呢 也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状况 好我们紧接而来要来关注到的 就是在中秋节前后的天气 很多人都说啊 现在这两天的天气 好像都不太好 廉价的时候呢 也是 就是因为这大低压在北台之后呢 刚好又接着碰到了 这个大陆高压 慢慢的往东移动 所以这个东北风 可能会被这热带系统往下拉 但是我们透过 欧洲还有美国的模式 都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南海一带呢 都有可能会发展成 热带低压 或者是台风的几率 以欧洲模式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只会发展为热带低压 但是如果以美国模式来看 它的这个梯度是比较密的 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会变成台风 但无论是哪一个模式 它都是往西南的方向去 对于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在台湾的东侧这一带呢 虽然不会发展成热带系统 但是它在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会有一个低压在 所以这个低压呢 逆时中的吹 而刚好东北风又是 这样顺时中的吹 就会产生在宜兰这一带呢 会有一个符合效应 所以带来的雨势 就会来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个北部东半部的民众 无论今天这个热带系统 有没有靠近 但是整体来说 这云层都会是偏厚的 所以要赏月的话 这几率会比较明显的降低新华 好的我们谢谢宣统的提醒哦 所以接下来呢 不管是廉价还有中秋节期间呢 可能天宫会稍微的不作美 午后会有阵雨 也有机会看不到太美丽的月亮了 好的我们谢谢宣统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天气炎热秋老虎发威 不过在高雄凤山因为水管破裂 有很多的水涌出 但是有工人却在这水柱下模样 好像看起来蛮享受的在做SPA 不过原来他们要把水排空 才有办法进行维修 而这画面被民众拍下来 还让他们挨骂了 马路中央不断有大量的水涌出 只见男子穿着短裤就坐在前面 像是在做SPA一样 不时还更换姿势 但后面还有一人也跟着加入 让附近民众看傻眼 那边一直漏水啊 然后水淹进来 这时候在烧水的时候看到他们躺在那边做SPA 就很有趣而已 就很傻眼啊 透过监视器看到 当时马路上已经出现积水 路过车辆都漸起水花了 而出水地点四周则是用三角锥围起来 还有大量集聚 原来是自来水管破了 正在进行的维修工程 我可以搭一碟 搭一碟而已 是怎样啊 你放心 就没工具 怎么没转 不知道什么 只是说没事 坐在水边凉凉了 还以为工人是企图想用肉身来挡水 但没想到是真的天气太热 干脆坐下来冲凉 而地点发生在高雄凤山的凤松路 根据了解20号晚上就出现漏水状况 但破管第一时间没办法堵住 才会发生爆管 大量自来水涌出 由于工人要先把积水给排空 才能维修 没想到这工人倒是没浪费水 趁等待时间冲凉 好 现在要有开两天 对 还要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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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同时相关的管线单位 立即派员至现场确认 所属的管线是安全无语的 还好没有影响到其他管线 只是这破管值近约1.35公尺 属于特殊管材 需要从台中紧急叫货 目前只能先把两边的水阀关掉 把水抽干之后 等管材到货才能开始施工 预计23号中午才能完工 TB的新闻 艾舟型流璇 高雄报道 好 观众朋友 目前我们要为各位掌握最新的讯息 就是在屏东的科技园区 明阳国际科技公司呢 发生了严重的火警事件 刚刚稍早5点多的时候 其实附近的居民都已经可以看见 浓烟直窜天际 但是没有想到消防队员在现场 驰援的时候发生了气暴事件 一度传出有5名消防队员 在这气暴的过程当中受困火场 而让人揪心的是 截至目前我们南部中心 掌握到的讯息 已经有1名消防队员不幸殉职 那么还有4名消防队员受伤 总计呢 厂区的员工还有民众 以及消防队员已经有74人 送到了屏东的基督教医院了 而这样不幸的讯息呢 实在是让人揪心 但是现场的抢救工作 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有请到我们的网络中心的 资深记者杨志忠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一期气暴的火灾事件 这种我想请教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实在太突然了 刚刚稍到五六点钟 大家还在通行当中 没想到屏东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 那么大家好奇 这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 没错就是在接近六点钟的时候 其实一般来讲的话 像这种工厂 应该很多人都已经下班了 但是现在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员工 其实当时是 还在上班那个期间 因为这个 警校在接获报案的时候 其实是在接近晚间的六点钟左右 而当时消防队员第一时间很快的 来到了屏东科技园区 也涉水灌旧 但是呢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附近的居民听到说 原来这个工厂有发生这个爆炸的状况 而且他们连门窗都被震歪了 甚至有窗户都破了 那于是呢 就是消防队员紧急的加派车辆 一直总共加派了将近66个人 以及34辆的各种的消防车辆 不过在这个进去涉水灌旧的 抢旧的过程当中 竟然是传出说有这个消防队员有受困的状况 而第一时间呢 其实很快的有20几名的这个工厂员工都已经陆续撤出 而且撤到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去了 而且第二波的警销呢 也赶快加入这个这个行列 也其实也都把很多的员工以及这个比较轻上的部分 都陆续送到这个基督教医院 最后呢是有传出说有五名的消防队员有受困的状况 而当时其实呢 记者第一时间呢在抵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呢 也询问了在这个现场指挥的这个消防 这个也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那也发现说这个指挥官有转述给记者了解说 原来是在这个涉水的过程当中 疑似呢这个工厂里面有这个天然气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个 他们在制作的高尔夫球具的一些的 使用上面的一些化学物质 造成的这个涉水可能有一些化学反应 导致整个的爆炸好像又更加的一个严重 也因此整个工厂的包括像是天花板或者建物的某些部分呢 都有塌陷的状况 也因此传出第一时间是5名的消防队员是被压在这个下面 而且没有办法立刻把他们给抢救出来 也因此一直到了这个晚间大概6点45分左右的时候呢 传出这样的讯息 很快的其他的消防队员又已经安排了第二波第三波 进去搜索要把这个同袍给救出来 不过比较不幸的是在这个7点24分左右 以及7点钟两个时间的时候 在接近7点钟的时候先抢救出第一名这个消防队员 但当时在送上担架的时候已经发现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也就是欧卡的一个状况 而在这个送往这个医院之后 已经确定训职 而第二名消防队员是在7点24分左右的时候是被抢救出来了 而他目前是有受伤的状况 也是送医来抢救当中 目前他的生命真相都还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确认 但是累积到目前为止 总共消防队员已经有一人殉职 以及有三人受伤 另外有四个人是疑似还受困在里面 而目前其他的消防队员都已经在加紧的要来搜索 要希望能够赶快把同胞给找出来 而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工厂员工的部分 刚刚我们也有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其实不少的员工在抢救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坐在地上感觉到相当的可怕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虽然说是伤势有些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意识清楚 还可以转述 不过当他们在描述这整个爆炸的过程当中 还是心有余悸 甚至当时是有包括有警销有警方来提问说 为什么这个工厂会突然爆炸 他们也都说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 只听到很大的碰一声 接着就是大家都吓一跳赶快来往外来奔逃 有一些是有受伤的状况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伤患 大部分都是在屏东的基督教医院 目前刚刚我们也透过现场的记者 以及画面也都有看到 其实基督教医院现在已经蛮多家属 都赶往现场了 而包括这下方队员的家属呢 也是很担心的在现场 以及在医院等待当中 新话 嗯 确实哦 志宗都刚刚帮我们非常清楚的整理 整齐的火警 其实发酵 还有整齐这事态的演变扩大 非常的快 从5点多火爆6点多到现场 然后发生了气爆事件 那我们刚刚前线的记者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这个呢是在现场的整个的 内部燃烧的画面 那你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整个钢梁 简直就是扭曲变形 那大火还在熊熊的燃烧当中 而且你可以想象 这高温一定是非常的惊人 可以把整个钢梁呢 都烧得好像面条状一般弯曲了 所以我们就想继续来 请教志宗哥 这个气爆的事件 一般来说在火场当中 我们常常听到 而且呢过去像是新屋的保龄球馆 这个火灾的事件 还有各式各样大型工厂的火灾 抢救现场之后 气爆简直就是打火弟兄的夺命杀手 那这一次气爆这是什么样的工厂 那为什么又会发生一次气爆的事件 就您可知的讯息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 其实透过这个是消防队员 他们所提供的 贫通消防队员所提供的一个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照片面 确实就是像刚刚这个指挥官里面 所转述的 其实里面的很多的 包括天花板或者一些钢梁什么 全部都塌陷了 也因为这个塌陷的原因 造成有这么多消防队员 是有受困的状况 而为什么会塌陷呢 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消防队员 也就是里面的相关的一个指挥的人员 是有出来稍微的解释一下 他们有提到是说 一开始确实不清楚 这里面这个工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于这整个的火警以及爆炸 那是不是在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没有很清楚掌握到说 这个原因是什么 大家很急着到现场去 要赶快把人给救出来 这是救人为要为优先的一个考量 也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是根据这个消防队员 他们的初步的了解 在涉水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另外一波的一个疑似是有爆炸 才有这么严重的 包括天花板已经干凉都往下掉 以及塌陷的一个状况 那是不是这个里面 是有怎么样一个不明的气体 可能是他没有掌握到的 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的来厘清 不过刚刚这个指挥官里面 其实在转速过程当中也有强调说 他们有发现里面是有天然气的 那这个工厂呢 它本身是在制作一个类似这种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球具等等的 势必呢可能会有一些模具 或者一些塑胶 或者什么一些其他的 可能一些化学的物质等等 这些原因都有可能会造成 这整个的爆炸 或者是起火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个加速一个发展 这个火场一个状况 但也就是因为目前为止 其实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说 到底这个起火点 真正的起火点在哪里 起火造成累积 这样子一个火势越来越大 没有办法很快的控制 又是什么原因 他们也都还在进一步的在调查当中 而在整个火警的一个处理 以及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状况 其实我们有第一时间也有回应 以及想到就是说 在2018年的时候 其实桃圆也发生一个进棚的一个大火 而当时也造成了6名的消防队员 就是殉职以及两名的这个外籍移工 不幸往生 那当时其实就已经在通盘检讨说 这整个的进棚的火警 这个大火为什么会伤了这么久 而且会造成这样子 有就是消防队员不幸的殉职 但现在又传出说 有一名消防队员已经殉职了 而且甚至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从6点钟到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 还有这个消防队员是受困在里面 这里面的状况 以及这个处理的过程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可能是没有掌握到 或者是有轻呼 或者是其实消防队员真的很急 他们很急着要赶快把里面的员工给救出来 因为其实第一时间 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他们从原来二十几个人 一直累积到将近七十个人 这势必当时 应该场面非常的混乱 而且这个员工数量也相当多 大家可能都抱持着说 赶快要把里面的人给救出来 以及赶快能够减少伤亡 因此其实消防弟兄 他们其实是很拼命的在这个救火的过程当中 但这个指挥官或者是现场的 这个回报 让他们有没有办法很清楚了解到说 这整个火场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物质 这时候的判断就很重要 而且也相信说 这应该也会被检警列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查因素 确实就像智松哥所说的 其实火场里头呢 在去打火之前 消防队员其实要先理清里头 是不是有存放一些化学物品 浴火之后是不是容易燃烧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可燃气体 里头需不需要使用到一些化学的灭火燃料 用水柱的方式是不是最适宜的 这些在火场打火的时候 都是要一一来评估 否则打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刺身性的灾害 甚至会危害到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 就像刚刚智松哥所讲的 这个先前桃园的这个进棚大火 造成了5名的打火弟兄殉职 而火神的眼泪这次再度出现了翻版 在屏东的高尔夫球局的仓储工厂里头 这打火弟兄呢 在前往现场驰援破门的时候发生了气体爆炸 所以呢其实这个火警的事故 其实在在凸显了 这个工厂的业主有没有在第一时间 详实的告诉消防队员这些辛苦的打火英雄 里头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有多少人受困里头存放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都是攸关于他们救灾的安全 但是智松哥回过头来呢 其实这起火警在气爆发生之前 是不是附近的民众早就有警觉到 而且呢在消防队员一冲进火场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像正常一样混乱 没错其实我们刚刚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的记者回报这个火警的案件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也发现说 哇原来这个工厂的工厂周边也有不少人在做这个直播 而我们也从这个直播看到了很多现场的画面 也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六点钟的时间 其实它是在屏东市也就是屏东科技园区 在这个经浅路这边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区块的一个经济部 所规划的一个园区 而这个园区呢它其实就临近大马路 其实在很这个园区里面算是在很接近大马路的一个厂区 也因此呢其实在周边就是在大马路的周边 甚至还有一所国小但它距离国小可能有几百公尺远 不过它就是这个园区其实是紧邻这个国小 而且呢这个园区的鞋对面附近其实就有一些这个住宅区 当时这个住宅区里面的住户 他们其实是被这个震报的这个声音 还有家里面的这个玻璃破掉以后 以及甚至这个家里面的东西有这个东岛西外的状况 才发现说是不是好像出事了 而当时他们第一时间跑出来看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厂区就是在这个第一排就可以看到这个火光 而这个火光其实是从这个里面的明阳国际 也就是制作这个高尔夫球球具 以及这个高尔夫球相关用具的一个工厂 而这间工厂其实在当地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工厂 因此呢越来越多人在这个下班的时候 经过也都发现到说这个状况 而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民众他们在直播 但是在直播民众也都呼吁大家不要靠近 这个也就是特别是在警校这个救灾的这个出入口的部分 因为当时就已经有传出有不少的警校是有受困的一个状况 也因此呢消防队员他们派出了各式的救灾车 以及这个消防车救护车之外呢也呼吁这个民众尽量是不要靠近 不过由于现在下班时间呢 难免还是有人会经过 只不过大家这一次感觉起来还是满守秩序的 就是有看到虽然说大家有有在附近 但是当这个消防队一抬出来的时候 单价就立刻上了救护车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在第一名这个消防队员送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而我们看到当时这个画面其实也是相当的不舍 这个队员他们被送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身上是有一些感觉 虽然说感觉不出来 有一些什么很明显的一个伤势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火的这个燃烧之下 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肢体动作上面 以及同袍之间把他救出来的那种感受 我们感受起来是相当的哀奇 确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当现场传出最新的画面 看得让人非常的不忍跟不舍 因为有一些打火弟兄们 他们退出现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身上满脸 手上面都有一些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灼伤的情况 还要用这个消防水柱立刻来降温 所以可以想见火场里头的高温有多严重 那么观众朋友 我们刚刚掌握到来自消防署最新更正的讯息 截至刚刚稍早呢 8点11分左右 发生在屏东科技园区 这明阳国际的高尔夫球场的仓储大火 发生了气爆 而当初呢 消防队员赶服现场的时候 又有非常多的民众 向消防队员求救 说有多人受困在场区里头 所以呢 第一批的打火弟兄在破门的时候 进入到火场里头就大喊 还有没有人在现场 但是随之而来的轰然巨响 就发生了气爆事件 那么根据了解 怀疑可能有一些天然气 或者是疑似可燃的气体 导致爆炸的发生 那么很多打火弟兄呢 根本反应不及 甚至有些人还被掉落下来的一些 梁柱跟建筑体给压到了 那么根据消防署掌握的伤亡状况 目前呢 是一名消防弟兄欧卡 没有生命迹象 不幸殉职 还有22人轻重伤 那么消防人员有8个人送医 一个人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位 他没有生命真相 7个人轻重伤 民众有15人送医 那么根据了解这次起火的呢 其实是在高尔夫球具行业里头 蛮有名气 全球第三大的高尔夫球具制造商 这明安国际集团的子公司 明阳国际的仓储发生了这样的火警事故 那么根据了解呢 其实明安国际集团呢 是以生产高尔夫球具 还有脚踏车架 以及一些PP塑料的复合材料文明 不晓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仓储里头 含有大量的质燃的物品 所以导致这样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来直冲天井 那我们不晓得直冲哥 目前你有没有提我们掌握到 目前消防组的抢救状况 还有没有人员持续受困在当地呢 好目前那个消防队员这边的持续的消息呢 目前是还没有一个更新的状况 因为刚刚就是新话提到的这个消防署的讯息 确实是它是因为是比较中央单位 所以就是比较慢一点点 但第一线的这个包括屏东市的这个部分的话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科技园区旁边就有一个前进国小 刚刚的县府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公告 因为大家知道说明天就是9月23日 9月23日礼拜六它其实是一个补班的嘛 但是呢旁边这个前进国小 因为呢这个火警的关系 包含这个幼儿园 也就是在9月23日 星期六是停止上课一天 而这个县府呢他们发出的公告是说 因应屏东科技园区工厂发生火警 与火灾过后 为确保前进国小的就学环境之安全检点 而且考量说这个火灾可能会造成一些空气污染 甚至会有落成的影响 因此在这个9月23日 全校区要必须要先做这个安全检查 还有清洗的工作 才能够确保这个学童的就学安全 因此呢宣布呢这个前进国小 他们是停止上班 上课一天 而且呢也会逐一来通知家长 这个是屏东县政府 刚刚第一时间所发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 而至于这个屏东县他们目前呢 他们也说了 他们说目前已经开设了这个0922火灾爆炸灾害应变中心的一个开设 换句话说这个他们第一时间虽然说已经启动了一个大量的一个伤害机制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发现说有这个情况不是很好 而且呢这个有消防员这个殉职的状况 也因此呢很快呢就是赶快有启动这个大量伤害机制之外 现在也开立了这个救灾的这个中心 而目前呢是有陆续呢这个消防的群组里面呢 他们也是有提到就是说 会进一步来统计这个消防的人数 而目前呢是传出是刚刚有提到说一个人殉职 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有受困 受伤的状况 而现在传出比较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 有四个人其实是伤势是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点的 而这个伤势比较严重一点点的话呢 因为他们是进去的很可能是一个呛伤 有很可能是一个烧烫伤的状况 在这个屏东就是就以前我们在屏东 这个跑新闻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以前我也在南部中心有带过 在屏东其实在这个烧烫伤的部分的话 他们是有相对来讲是比较不足的状况 是不是有可能把它送到邻近的高雄的长庚医院 或者是高雄的其他比较大的医学中心 来进行这个烧烫伤的一个急救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来持续来做掌握 而毕竟呢这个是消防队员都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公务人员 特别是他们在平时就是在救灾又是救火 甚至任何的一个大小事情都是由他们来协助 因此呢这个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再有任何的一个折损 确实就像志宗哥所说的 这一次的火灾影响到附近居民是非常严重 很多人呢其实在500公尺之外都可以看见火事 那么目前呢现场附近的国小明天也已经确定是停班停课的 而新华赛为各位观众朋友来整理哦 其实一开始这起火警传出的时候 消防队员其实收到通报是某工厂有化学药剂泄漏 然后传出了白烟那么呢一开始市民就听到了轰然巨响 而且呢地面也随之震动还怀疑是不是又发生了地震断层又在活动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一处高尔夫球的工厂呢 其实发生了火警意外那么第一时间呢出动了平二还有屏东 林洛分局特搜大队第一大队第一时间已经派出了大批人员前往现场来持援了 那么根据了解呢有部分五名的消防队员呢 他们在破门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气暴 而附近居民呢其实他们还有附近的厂区员工 厂区的员工有发现这些消防队员冲进火场第一时间就是高喊还有没有人在里面 看得出来当时消防队员呢其实心急如焚想要赶快救人的但没想到气暴的意外来的如此之突然 让这些打火弟兄们来不及逃目前我们知道已经有一名消防队员不幸殉职 而屏东现场周春敏呢也已经赶赴现场来协助了 而屏东消防局的副局长也第一时间到现场协助指挥也启动了大量伤患机制 而刚刚志宗哥其实有特别带我们提到来看到就是很担心哦这个屏东的烧烫商的这个救援 还有医疗的量能会不足接下来也很有机会哦 目前其实高雄有很多消防的量能也都挪往当地希望可以来控制火事 那不晓得说接下来呢这整起的这个打火的行动看来在火事还没扑灭之前 人员还没有完全清理之前会持续到漏夜进行 那么这种个接下来呢这个大量伤患机制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这个其实从这一张照片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一个最新传回来的照片 可以看到其实不少的伤患其实我已经把一些比较写心的部分是把它移开了 这一张照片里面大部分都是可能家属已经到现场或者也有一些是员工 而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其实这些都还算是比较轻微的 那部分呢有一些可能员工呢在被抢救出来说 我们其实有听到他们的访问的声音 他们是有回溯当时第一时间就是有听到这个声音爆炸的时候感觉到相当的可怕 好像整个人都要跳了起来又很像是地震 但是又听到了很大的碰的一声而就知道说情况不是很妙 接着是有看到就是说有包括有浓烟以及有这个火的一个状况 于是呢就赶快陆续从这个工厂里面撤出来了 而这个消防队员的部分呢在这个屏东消防队员 在陆续有传出这个资源不足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是当这个屏东市区包括周边凌落等等等等其他乡镇的这个消防队员加入救援之后 有传出说有这个部分的消防队员受困的状况 高农市消防队员呢也是紧急的来协助抢救 在这个消防高农市的部分的话他们是有提到是说 他们陆续跟这个屏东县也就是县长周春敏通过电话之后呢 就是立即的表达是这个高农市政府会全力来协助 而且他们也立刻呢有派人来支援抢救 总共有派出大概9辆车 以及18名的消防队员来前往这个这个火警现场来抢救 而目前为止呢这个最新的一个状况是 消防队员里面呢有一名这个是有殉职的状况 而另外呢是有受伤的状况 不过还是有4个人现在是受困在里面是还没有办法 来紧急来确认说到底他们这个位置在哪边 可见呢这个工厂他塌陷的情况可能是相对来严重 而由于呢这个第一时间在这个根据这个现场的工厂员工转述说 他们已经有听到这个爆炸声音了 而第二波的这个爆炸就是在这个当时是有消防队员在现场灌水 涉水抢救过程当中听到了第二波的这个有爆炸的状况之后 接着才是这个消防队员他们有受困的情况发生 换句要说这个消防队员他们受困呢 很可能就是起因在第二次的这个爆炸 造成这个厂房他们的天花板以及钢粮是有一个塌陷的状况 因此把这些消防队员给压住了 而这个第一波爆炸跟第二波爆炸 他们中间的连贯性以及他们的原因如何 消防队员表示说他们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来确认 但是优先就是要把里面受困的队员都先给这个救出来 而目前为止从六点钟到现在为止已经八点多 已经火势已经烧了两个多小时了 而在这个从传出受困到救援出来的时候 大概是七点钟以及七点二十四分左右 换句要说到现在为止 还有四个人已经在里面受困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比较令人不舍的是说 刚刚有现场的记者他们也看到了说 在这个被救出来的消防队员里面 他们这个面罩的部分 当他们一脱下来准备要换成氧气面罩的过程当中 这个原来的使用的面罩上面是有沾了一些血迹 也让他们觉得说相当的不舍 是不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有被掉落物砸到 或者是说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太大的面积的建物有砸到他们 导致他们整个就是受困 没有办法脱困的情况之下 因此这个身上有一些伤势 有一些血迹的一个产生 而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大量的伤患里面 多数都还是轻伤 而救出的消防队员里面 也有人是有意识清楚的状况 可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烧烫伤 毕竟他们在这个火场里面受困的时间是 第一个他们比较久 第二个他们可能有被这个掉落物给砸下来 可能有受伤的状况 因此是不是有这个烧烫伤 有必要转送到其他比较大型的医院来抢救 或者是说他们只是有这些烧烫伤 以及这个吸入性的呛伤等等 目前都还要再经过这个医疗团队 他们做进一步的评估 希望我们的消防队员都能够平安 确实 所以志东哥可以刚的分析就可以知道 这个工厂纠灾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 特别是如果不是一般的民宅 还是这样的工厂 其实我觉得对于消防人员来说 真的是冒得莫大的危险 而这一次呢 根据我们目前现场南部记者的掌握 这一次在这个名阳国际的高尔夫球二楼的仓储 其实有两度的爆炸 第一度的爆炸传出呢是有化学物质外泄 而根据逃出厂区的员工表示 地震的微 爆炸的威力之大就像地震一般 他站都站不稳 还导致他的脚部受伤一度无法移动 后来呢逃出厂区之后 他实在是鱼记犹存 那没想到呢消防队员来到现场持援 那么非常多厂区员工跟他们求救说 还有人受困在厂区里头 拜托消防弟兄赶快去救救他们 而消防队员呢 其实进入火场之前洒水降温的时候 一边降温一边还进入火场 再问问大家还有没有人在里面 希望可以听到求救的声音 赶紧前去救援 但没想到第二次的气爆 就此发生导致打火弟兄受困 而目前得知已经有一人殉职了 那我们南部中心的记者呢 目前已经掌握到了总计 这一次两度气爆 在明阳高尔夫球区的仓储 有82人受伤以及死亡 这是总计的人数 另外一方面呢 目前确认的是一死 也就是刚刚殉职的消防人员 那么有81人轻重伤 我们为您来更新这最新的伤亡数字 但是让人揪心的是 目前厂区里头 还有4名消防队员受困 还有8名的员工也一样在火场里头 而志宗哥其实现在从火警传出到现在 已经过了多久的时间了 接下来这个抢救的黄金时间 是不是一分一秒正在流逝 没错就是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的南部中心 我们的现场的记者 已经传回来最新消息 就是目前总共已经有救出了82人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是不幸殉职 但是也让我们相当的惊讶 现在已经是8点38分了 不过呢 现在的原来的受困的 4名消防队员是还没有救出来 而且现在呢 在这个原 也就是工厂 在这个清点所有的员工之后 以及到医院都已经所有的人都已经清点完毕之后 发现说原来还有8名员工是受困在这个里面的 换句话说 这里面是还有总共有12个人是受困在这个里面的 而我们其实有看到这个经济部里面 有看到这个明阳国际这个工厂 它的一个厂区的一个规划 这个厂区其实对其他的周边的厂区来看的话呢 这个工厂其实是看起来是颇大的 也比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圆区 但是呢 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消防队员应该是最难掌握的是 在这个爆炸的 第一个它的起火点在哪里 第二个 当时他们所有的员工的分布是在哪边 是不是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员工都还没有下班 或者是他们有分这个早晚班 有一些是目前都还在上班当中 也因此没有办法很快的具体掌握到说 哪些厂区是有人上班 哪些厂区可能是比较没有人上班 也因此这些资讯对消防队来讲的话 相对重要 但是第一时间他们有没有提供给消防队 或者是说当时真的是太混乱了 也没办法很清楚的掌握到说 这整个厂区的一个状况 只要看到当时是哪一个厂区 有这个爆炸起火的状况 就往那边先布水线来灌救 而且越来越多的员工在逃出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有转述说第一时间爆炸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相当可怕 以为是真的就是又发生地震 还是又发生很重大的高雄气暴的那个状况 因此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也是赶快能跑就跑 能够疏散就疏散 也因此没有办法很详述的来告诉这个消防队员说 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在现场其实我们有听到消防队员有来转 就是来询问这些现场的伤患说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 然后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 就是他们必须在这个救出来之后 对于这个意识清楚相对比较轻伤的过程 轻伤的这个伤患当中 他们都会有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询问 那从他们的回答里面却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得到说 一个相对比较透明的一个资讯 我想这个这一次他们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也是势必有遇到的一些的困难 而这一次的这个火井里面 是从第一波爆炸到第二波爆炸 加上这个现场又很多的不明的这一些化学物质 甚至这个指挥官里面也有提到说 里面是有天然气的状况 也因此这个火势在这个气爆 它已经比这一般的明火的这个火井 还要更困难的原因就是 当它这个爆炸之后 可能爆炸的威力已经很难承受 第二个这个爆炸之后 它的扩散火势延绍速度相对来讲 也会比较快的一个状况 也因此这个火势一旦就扩大之后 对于这个所有的消防队员 以及对于这场区员工来说的话 对他们来讲这个生命安全的保护 都是相当的一个挑战 也因此到目前为止 已经虽然说这个时间一分一秒再过 但是我们都很希望说 他们这个受困的地方 是不是其实他们可以找到 比较安全的地方可以躲避 又或者是说这个消防队员 其实他们被这个重物压住之后 但是他们其实还能够有 身上有一些装备 或者是说他们能够 有一些自保的一个方式 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的脱困 是希望目前还受困在火场里头 不管是员工还有4名消防队员都可以顺利脱困 而刚刚稍早呢 我们南部中心也掌握到许多现场抢救的画面 其实已经有消防队员拿出了大型的破坏器材 前往当地来协助救灾了 那我们线上很多网友大家都在讨论 屏东科技园区的高尔夫球的代工厂 金船二度爆炸 那么呢其实有消防队员目前持续受困在当地中 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掌握到来自屏东消防局的最新讯息 其实已经有4名消防队员受困在里头了 希望能有好消息让他们平安无事的离开火场 对的那么目前我们线上网友有很担心 除了消防队员加上受困民众还有几十人需要来进一步的来抢救 那么根据了解呢 其实第一时间屏东消防局的局长他们也赶赴现场 他说其实在他们涉水降温之后就发生了爆炸的状况 内部的建物也有东西掉下来非常担心有部分的人被押住 而现在呢除了要灭火降温抢救场区之外 摆在优先顺序最前面的就是要赶快来找到人 把人弄出来 而至于起火爆炸的原因其实都还没有办法确认 但现在最为优先的是从六点多二度气爆发生之后 到现在时间已经8点43分了 希望在接下来时间赶快把人救出来 而由于这一次的气爆的案件呢 其实非同小可 屏东县长周春敏也来到县长 而高雄市长陈奇迈呢也陨落跟屏东县长周春敏通过电话了 他说会派遣消防队员还有所有的医疗资源来现场持援 来启动了大量的伤患处置的工作 那么现场人员呢也向部分的记者来透露了 因为这间科技公司主要营业的项目是高尔夫球相关的 而高尔夫球星其实是合成橡胶 而关键链的添加物来混合而成的这样的质地 所以内部的橡胶含量达到99% 而有些关键的添加物可能会跟水产生强烈的反应 也很有机会会发生爆炸 所以这第一时间呢不晓得这个厂区有没有消防相当公安主管的组长 或者是业者有清楚跟大家说兄弟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避免二度气爆的情况发生 这也是之后减掉还有火调人员会要来进一步的来厘清的 那么圈毅也说希望受困的消防人员能够平安 那圈毅也说人家都在往外跑 只有消防队员还有这些打火弟兄往内跑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也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这一次的事故呢 其实目前呢现场都还在持续的抢救持援当中 那我们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离开火场的这一些员工 还有民众们简直是吓坏了腿软坐在地上 也有很多打火弟兄 离开火场时呢赶紧去寻找水源替自己的身上降温 而最后呢我们也要来为各位观众朋友 共同来整理一下整起火警的时间序 而目前抢救的最新进度 居宗哥 好这整个的时间来讲的话 就在接近六点钟的时候是有发生这个火警的一个状况嘛 而且第一时间的时候就已经陆陆续续的 加派的消防队员以及消防车就在车辆等等都到了现场 而也就是在接近六点钟的时候发生的这个火警 也就是几乎是第一时间的第一次的爆炸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这个没错到六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突然就有发生类似这种第二次的一个爆炸状况 而且就在消防队在涉水灌救之后 也在这个时间的同时没多久就传出有五名的消防队员受困了 那么事实上其实是不止五名消防队员受困了 因为这个时间的一直往后来这个 越来越接近这个时间之后呢就发现说 在这个七点钟救出第一名消防队员 在七点二十四分救出第二名消防队员 接下来又救出了三名消防队员 而一直到刚刚呢有确认说八点左右的时候呢 陆陆续续已经确认 目前呢总共是有四名消防队员是还在受困在里面 而且还有八名工厂员工也还在受困里面 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是八点接近八点四十几分了 而现在总共是十二个人是还受困在其中 而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虽然说屏东县消防局已经非常努力在抢救 这整个的工厂的一个大火的一个状况 不过面对这种不明的化学物质 以及这个不明的这个起火原因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胆战心惊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很努力来控制 要来救火把这个所有的人给抢救出来 但是呢很不幸的还是有造成了一名消防队员 有殉职的一个状况 而目前这整个为止呢 这个救出来的人数当中总共已经有八十二人 而其中一人呢就是这个殉职的消防队员 而另外其他的人的部分呢 刚刚我们南部中心的记者也传回来一个最新的消息 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消防队员他们是有重伤的状况 包括说他们全身有大面积的这个烧烫伤 而且呢他们就像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他就是因为屏东有一些医院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立即处理这么多的一个伤患 加上这个烧烫伤 有一些可能是医疗的不足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已经有送到的这个高雄的长庚医院 以及高雄的国军802医院 而另外其他伤患则是在观察当中 或者是有一些员工比较轻伤的 他们还是持续在这个就是屏东的基督教医院 那么再看这张这个厂区的一个平面图 这个是来自于这个经济部的一个平面图 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图上面呢 就是最靠近这个大马路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就是明阳国际 就是在这个地方 而可以看到明阳国际 他就是紧邻这个大马路旁边二号门的部分 所以很多民众 以及当时是有些住户呢 他们就是从这个二号门里面 直接拿着手机 就可以拍到这火的状况 以及爆炸的状况 可以看到呢这个明阳 他真的就是紧邻这个经济路相当相当的近 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厂区的里面的第一排 而且这个厂区的旁边 还有一个是住宅以及前进国小 刚刚屏东县政府也就是这个 他们也发出了一个声明就是隔壁的前进国小的部分 明天呢他们是不用补课 就是他们是不用上课 因为现在这个化学物质 他可能这个所有的烟跑出来之后 有可能这个落成 还有这个不明的化学物质等等 可能都会掉在这个国小 因此呢县府担心说这个国小呢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会明天 有这个清理的必要 以及有其这个安全性 因此呢包括这个学生 是都会被通知到说明天是不用去这个上课 而目前的这个时间呢 还在这个往前当中 但是呢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说 有没有找到这个四名消防队员的确切的一个位置 以及八名员工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加入的消防队员 抢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包括高雄市 他们也都陆续的派车派人前往来协助抢救 特别是面对这种比较 有可能是化学物质引起的 比较重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灾害的部分 再加上这个救灾可能有困难度 以及他们是不是要用更多的一些先进科技的仪器 来进驻到这个现场来帮忙抢救 目前为止呢 这个包括屏东县消防局 还有高雄市的消防局 都在脑力激荡当中 希望的这个受困的民众呢 以及消防队员都能够有好消息 确实我们谢谢志荣哥替我们的整理跟掌握 所以目前看来就在一强之隔的 这前进国小课 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 农烟或是化学物质的亲爱不得而知 所以明天补班课是停班停课一天的 在这边也要提醒附近的观众朋友 师生们要多多留意 而刚刚志荣哥也替我们掌握到呢 由于这个屏东的医疗量呢 可能相对高雄来说没有这么的充足 而病患呢又有80多位 病伤患都有80多位 所以已经有部分的人转到高雄的长庚进行救治 可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伤者名单 看了真的让人非常的揪心 目前已经救出火场有4位重伤 全身是大面积的烧烫伤 而其中呢 有一位是烧烫伤合并 左脚的骨折 三位重伤 七位轻伤 但是目前还是有12人受困在火场当中 包含了4名消防队员 还有8名员工 而这一次呢 屏东的明阳国际高尔夫球剧的仓储场 第二楼发生了两度的气暴事件 目前还有12人受困 而稍后如果有更多的讯息是否顺利脱困 我们将滚动的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报道 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这新闻焦点 在台北市的中山区 那么有一名驾驶看到巡逻远景却心虚的拔腿就跑 双方追逐了300多公里 这时候啊远景跑的虽然喘 但是希望呢能够警民合作 高喊有没有人要帮忙来人抓通勤犯 真的有民众路见不平 开始相助 一看见有人神情紧张直觉怪怪的 大批警力快速奔上前 在人行道上不断狂追也呼喊要嫌犯 不准再跑 远景奋力往前冲追了好一段路 幸好有热心民众帮忙拦截 大哥谢谢 你发一下 等一下 站起来 蓝颖男子气喘吁吁 知道自己逃不了了 乖乖就范 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他卡了三件通气案 出一下多少 他也是通气 手不要伸进去 手不要伸进去 快扣起来 14号凌晨3点多 远景在新生北路跟林森北路巡逻 发现这名林姓嫌犯一下车却东张西望 行机相当可疑 远景金觉不单纯因此上前盘查 没想到他却开始拔腿狂奔 幸好有热心民众帮忙拦阻 警匪追逐了300公尺后终于逮到人 原来他是窃盗及强盗等三案件的通气犯 还在身上发现三团卫生纸 里面包的是安非他命 甚至最后查询车辆 连车都是偷来的 45岁的林姓通气犯 开脏车拒检逃逸 原本以为逃得过警方 没想到才跑了300公尺就被逮了 若一开始乖乖接受盘查 落网时就不会这么狼狈 这回遭到逮捕 也得到监狱服刑 TVC的最后报道 好社会追逐线持续 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这个交了数亿元的交保金 7年来天天都如实去派出所报道 但最后这一名犯人还是逃了 我们说的就是先前国保证券的 这个内线交易案的朱国荣 所以我们就要请教新宴 这派出所7年以来天天会来报道 这个人突然不见了 隔了五天四五天才发现 上报法务部 现在这要怎么查呢 我们现在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 因为一般来说 因为他是7年当中 他每一天都要去派出所报道 那派出所报道 他就是去签名 然后签什么时候到 那除了这个值班的远景 你会看到这个朱国荣之外呢 这个当天当班的主管也是需要合章的 所以其实我们自然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能说的话就是两个人是有缺失的 目前可以看到 就是包括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值班远景 跟这个干部 那么值班远景这边比较特别是因为 他们值班呢是三个小说轮一班 那我们就只能说他们在交接的过程当中 或许是没有那么的确实 加上这个当班的这个主管呢 他其实也可能没有去确认说 每天必须要报道的朱国荣到底 这次今天有没有报道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在今天的最新消息是这个 三张里的派出所所长 他已经被调离限职了 就是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派出所的做法 因为我刚刚有问一些其他警戒的朋友 他们就说如果是他们的话 像朱国荣这样比较有名的人物 或者是说他交保金打了4亿元嘛 非常的多 那他们可能会在群组就是派出所里面会创立一个群组 那每天朱国荣来报道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会拍照 那会拍说他签名了 然后那个合章的这个值班的长官们 也会就是来拍照说 确定他有来报道 如果到晚上7点没有报道 因为晚上7点如果没有报道 才会是法院认定的 他今天没有报道的时间 所以到晚上7点没有报道 他们就直接通报给法院 这样互相提醒在群组内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那席下来说要怎么调查 如果检察官觉得这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那就有 他们就可以去追查嘛 那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说 他会不会是疏忽 所以目前看起来 新一分局这边的朝向是疏忽的部分 所以才会把所长给把关 那如果是故意的话 其实故意的话 其实罪责非常的严重 因为他们就是所犯就是 违反了职务的收费 违反职务收费比如说 举个例子 如果他收 我们以开罚单来说 如果他是收钱而去开单 那这就没有违反职务 因为警察本来就要开单 但如果是收钱 没有去开单 就是违反职务的收费的行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刚稍微查了一下 有可能会被判 7年 无期徒刑或者是 10年以下 所以呢 还有包括得一颗法金是1亿元 所以其实如果检察官主动调查 有故意的话 其实罪责蛮重的 确实 但是让人比较费解的是 这个他在潜逃之后 7年来派出所远警 都会见到这个人 怎么今天没来 大家还会有书或会忘记呢 这可能也是要检察官继续去相去 确认 然后来商榷的这个办案的重点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都知道很多重大的公安事件 都会检调 会来进入调查来厘清 同时呢检察官呢 也要来进行相验 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先前泰鲁格号找出了这个 遗者的遗骸 现在没想到 5年之前发生翻车事故的 普悠马号 现在也发生了翻版的事件 那我们就想要请问星夜 这么荒谬的剧情一再的上演 而且是5年之前 现在还找出了很多的遗物 还有一些骨头 那不晓得说 这程序中间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是不是应该加强 没错 因为在这次泰鲁格号 是先被发现嘛 他的这个车上里面还有遗留一些 甚至还有骨骸的状况出现 所以当时台铁有出面来道歉 他们为什么要道歉 他们说 他们一开始只顾及到了车辆 跟现况的保存 但是他们忘记 清理着这个部分的程序上面 所以他们是向所有的 这种离难者的家属来道歉 那么没有想到普悠马这次呢 又有找到了一些东西 那私底下了解呢 这是因为这个 在这个泰鲁格号之后呢 这个行政院有开了一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结束了 他们就向这个宜兰地检署这边 有稍微跟他们转转达一下 说希望他们在普悠马那个案子的时候 对再清理一次 所以这次呢就有找到 这边有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就是有帮大家找到说有13 13块的细小的碎骨 但是最后去确定啦是非人类的 另外还有一颗牙齿 那一颗牙齿这个部分也是在这一次 重新在今年9月15号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月啦 他们重新去清理的时候 就发现了说还有一颗牙齿 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说 现在就是检察官他们当时 整个调查过程是检察官指挥警察 他们去搜索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 确实如果像比较明显的 比如手啦头壳这种 骨骸会比较容易发现 但是如果像牙齿这种 可能就会比较疏漏一点 这样确实难免忙中有误 那么想要掌握更多新闻讯息呢 请您锁定我们的直播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